第八边 执行 第456条 裁判除关于保安处分者外 于确定后执行之 但有特别规定者 不在此线 第457条 执行裁判尤为裁判法院之检察官指挥之 但其性直应由法院或审判长 受命推示 受托推示指挥 或有特别规定者 不在此线 因博回上诉抗告之裁判 或因撤回上诉 抗告而应执行下级法院之裁判者 由上级法院之检察官指挥之 前二项情形 其卷宗在下级法院者 由该法院之检察官指挥执行 第458条 指挥执行 应以指挥书复据裁判书或笔录之善本或结本为之 但执行判罚或保安处复 以外之指挥 无庸置作指挥书者 不在此线 第459条 二以上主行之执行 处罚今外 应先执行其重者 但有必要时 检察官得命先执行他行 第461条 预知死刑之判决确定后 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 第461条 死刑 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 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 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却有何于在审货非常上诉之理由者 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 在家审核 第462条 死刑 于监狱内执行之 第463条 执行死刑 应有检察官立事 并命书记官在场 执行死刑 处经检察官或监狱长官之许可者外 不得入刑刑场内 第464条 执行死刑 应由在场之书记官制作笔录 笔录 应由检察官及监狱长官签名 第465条 受死刑之遇之者 如在心神丧尸中 由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停止执行 受死刑遇之之妇女怀胎者 于其生产前 由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停止执行 依前二项规定停止执行者 于其权育或生产后 非有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 不得执行 第466条 处徒刑及拘役之人犯 处法律别有规定外 于监狱内分别拘禁之 令辅劳矣 但得因其情节 免服劳矣 第467条 受徒刑或拘役之遇之而有佐裂情形之医者 依检察官之指挥 于其痊愈或该事故消灭前 停止执行 1. 心神丧失者 2. 怀胎五月以上者 3. 生产未满二月者 4. 现离疾病 恐因执行而不能保其生命者 第468条 依前条第一款及第四款情形停止执行者 检察官得将受刑人送入医院或其他适当之处所 第469条 受死刑 徒刑或拘役之 而未经羁押者 检察官于执行时 应传唤之 传唤不到者 应行居体 前向受刑人 得依第76条 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 进行居体 及依第84条之规定通缉之 第470条 罚金 罚还 没收及没入之裁判 应依检察官之命令执行之 第470条 但罚金 罚还于裁判宣誓后 如今受裁判人同意而检察官不在场者 得由法官当庭指挥执行 前向命令与民事执行名义有同意之效力 罚金及没收 得救受刑人之遗产执行 第471条 前条裁判之执行 准用执行民事裁判之规定 前向执行 检察官于必要时 得嘱托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为之 检察官之嘱托执行 免真执行费 第472条 没收物 没收物 追征财产 于裁判确定后一年内 由权利人申请发还者 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债券 请求全知人已取得执行民意者申请给付 除因破毁或废弃者外 检察官应发还或给付之 其已变价者 应给予变价所得之价金 申请人对前项关于发还 给付之执行不服者 准用第484条之规定 第一项之变价 分配及给付 检察关于必要时 得主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所数个分署为之 第一项之请求全人 申请发还或给付之范围 方式 程序与检察官得发还或给付之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执行办法 由行政院定之 第474条 伪造或变造之物 检察官于发还时 应将其伪造 变造之部分除去 第475条 扣押物之应受发还人所在不明 或因其他事故不能发还者 检察官应公告之 自公告之日其满二年 无人申请发还者 以其物归属国库 虽在前向其间内 其无价值之物得废弃之 不便保管者 得命便驾保管其嫁金 第476条 缓刑之宣告应撤销者 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后住所递之地方法院检察官生请该法院裁定之 第477条 依刑法第48条 应更定其刑者 或依刑法第53条及第54条 依刑法第51条 第5款至第7款之规定 定其应执行之刑者 由该案犯罪40最后判决之法院之检察官 申请该法院裁定之 前向定其应执行之刑者 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配偶 亦得请求前向检察官生请之 第478条 依本法第466条 但书应免服劳役者 由指挥执行之检察官命令之 第479条 依刑法第41条 第42条及第42条之 一 义服社会劳动或义服劳役者 由指挥执行之检察官命令之 一 义服社会劳动 由指挥执行之检察官命令向该管检察署指定之政府机关 政府机构 行政法人 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机构或团体提供劳动 并定履行其间 第480条 罚金义服劳役者 应语处徒刑或居役之人犯 分别执行 第467条及第469条之规定 于义服劳役准用之 第467条规定 于义服社会劳动准用之 第481条 依刑法第86条第三项 第87条第三项 第88条第二项 第89条第二项 第90条第二项或第98条第一项前段免其处分之执行 第90条第三项许可延长处分 第93条第二项支付保护管束 或第98条第一项后段 第二项 第二项免其刑之执行 及第99条许可处分之执行 由检察官生请该案犯罪40最后裁判之法院裁定之 第91条之一 第一项之施以强制治疗 及同条第二项之停止强制治疗 一同 检察官依刑法第18条第一项或第19条第一项 而为不起诉之处分者 如任有宣告保安处分之必要 得申请法院裁定之 法院裁判时未并宣告保安处分 而检察官认为有宣告之必要者 得于裁判后三个月内 申请法院裁定之 第482条 一刑法第43条 一以训诫者 由检察官执行之 第483条 当事人对于有罪裁判之文艺有疑议者 得相遇之该裁判之法院声明疑议 第484条 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以检察官执行之指挥为不当者 得相遇之该裁判之法院声明疑议 第485条 声明疑议或疑议 应以书状为之 声明疑议 于裁判前得以书状撤回之 第351条 之规定 于疑议或疑议之声明及撤回准用之 第486条 法院应就疑议或疑议之声明才定之 第2条 可乐定队 第1条 可乐定yy 递杀 第6条 可乐定队 ад语或疑议之 Easter 权7 并不再疑议之声明 Table 第602 可乐定